支联会与社民联的十多名成员由港岛西区警署出发 沿途高呼抗议口号 前往中联办 他们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在乌坎村村民大会召开前夕 强行带走村委会主席林祖炼 拼命当地政府打压村民的维权行动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宣读宣言 他对乌坎村村民表达敬意和支持 在这几天很多勇敢的乌坎村民无拘打压 是出来继续组织集会游行签名 更加计划上火 而面对很多武警入村的龟客 村民不单无拘 更加掩护去到采访的香港和其他境外的记者 希望他们能够将真相是可以告读出来 我们在这里也不是对乌坎村村民的勇敢的行为 我们表示敬意和支持 抗议人士重申 乌坎村民的维权行动符合中国宪法 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赋予的权利 有关断局必须维护 他们最后将标语丢进中联班内 并在大门外张贴抗议兴建后离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磅 发自香港的报导 你们现在已经正数落了 我们现在已经在宫博物核发生了 我们现在在国内派上的交代